一到用餐时间 厨房人员迅速端出铁盘 菜色相当丰富 这里是花莲东华大学的学餐 不少学生会在半点时间来用餐 不过月初一度传出 有学生喝的饮料中 山菌树及大肠杆菌都已经超标 学他们喝这个红茶 他觉得这个味道怪怪的 他们请学校去送检 就学校送检回来的这个 结果是不合格的状况 因为我们接到这个动作 我们就立刻把那个水跟红茶 就停止供应 我们就立刻就是做那个处置 就把就是我们的滤芯啊 就是全部都自来水的滤芯 就全部都是做更换 消防接到学生投诉后 立即采样送业 一查发现不合格 业者紧急提供问题商品 并将滤水系统全面更换 不过业者却在脸书回应 简体可能在送业前就受到污染 这样的说法引爆学生相当不满 认为没把水煮费就提供大家使用 被抓包不合格后 还试图推卸责任 在不合格之后 所以在做这个很多的改善 它才送业之后才合格 可是之前其实就还有发生过 这个就是同学吃辣肚子之类的 这很多的这个问题的状况 一般我们就是水的部分 我们是自来水 然后经过那个 生饮的滤芯过滤之后提供的这样子 之后的话 因为同学有这样的想法跟疑虑 那我们之后再提供的水 我们就会加着过后再提供 业者表示滤水设备 每半年都会定期更换 未来在卫生方面也会多加留意 只是近来食安风暴连环报 如果连校园的用水都不把关 恐怕也会为师生们带来隐忧 明时新闻赵永博花莲报道